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1页的例题4这边 它说请你证明n大1等于5的时候呢 n平方的某一项的一般项会大于4n加1这个数列的这一项 好,所以这边我们用以前的数学规纳法来做一个证明 那么证明大于很简单就是把这两个做相减 相减之后呢,看看它产生什么东西 所以大于0,那当然就是证明就成立了 好,所以按照数学规纳法的精神我们先检查 第一个n等于5的时候 因为注意哦,它现在设定n大1等于5,对不对 所以n平方的话会等于25 那么4n加1的话呢,会得到多少?21 所以25大于21,这个是成立的 好,这是成立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如果n是k加1的时候 好,我们带进去算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看,如果n是k加1的时候 k加1的平方减掉 4倍的 k加1,再 减1 那展开,k平方加2k加1 减4k 减4 减1,也就是 k平方减2k 减4 那因为这个地方 k平方减4k 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成 k平方减4k之后呢 减1,再加上什么? 2k减3 那本身这个地方 k平方减4k 减1,我们已经从前面可以得到说它是大于0成立 对不对 然后请注意,因为这个k呢 它是大于5 我老师注定一下 因为k是大于5 所以2k会大于10 所以2k减3就会大于多少? 7 也是大于0,对不对? 所以本身这个地方是大于0 那么这一项呢也是怎么样?大于0 所以2个大于0的数加起来是不是一定要大于0 所以我们去检查n等于k加1的时候这个数字是大于0 好,是大于0 所以 我们 利用我们的数学归纳法 就可以得证什么呢? 得证说 这个n平方的某项 和4n加1的某项 在n大于等于5的情况之下 它是满足一个大于的结果 满足一个大于的结果 好,类似题 我们请接下来看到第11页的数量练习 它说n大于等于7的时候 n平方的某项会被大于7n减3 那我们也是一样利用数学归纳法来做 第一个 我们去检查n是7的时候 所以7的平方是49 然后呢7乘以7减3是多少 是46 它确实满足它会怎么样大于 再第二个 n等于k成立 那请注意 这个不用证明 也就是说 k平方 减掉7k 减3 大于0 这是成立的 这是成立的 好,我们去检查 n等于n等于k加1 n等于k加1的时候 好,所以我们去带入 k平方 写起来 k平方 k平方 再加3 还有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 2k 然后呢 -6 2k-6 好,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说 n等于k成立嘛 所以,k方-7k加3 这个是正的 我们本项是正的 好,这一项是正数 再来我们检查 2k-6的话呢 因为 k大于7 所以2k会大于多少 14 所以2k-6就会大于14-8 这个8是不是也是正的 所以代表后面这一项 它也是一个正数 所以当n是k加1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 k加1平方 减掉7倍k加1加3 它变成两个正数相加 一定也是怎么样 大于0 所以就代表说 k加1的平方 会大于7倍的k加1在减3 好,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摆数学规纳法 好,这个是我们以前用过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得正 在n平方的和7n-3 这两个数列在做对比的时候 当n大于等于70 那么确实会满足这个大于的结果 满足这个大于的结果 要记得了吗 非常之一 这一步的 好,谢谢